這一場很大場 翼賽兄 你也是辦活動的 這一場你有嚇到嗎 還好其實以國民兩黨 他們要動員所謂的說真的 10萬人都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所以人數不是問題 重點是神秘嘉賓 我非常期待 本來以為是楊智良 結果是管聰明 我還以為郭台銘回來了 我們驚爆新聞 他的私人飛機 彎流飛機回來了 郭台銘不會回來 郭台銘絕對不會回來 郭台銘選全部回來了 我聽到神秘嘉賓說 楊智良可能比較驚爆一點 如果是郭台銘就不一樣 那個影響力跟震撼力就不一樣 時間還沒到 所以我是管聰明 所以沒有草的草包 你找校長這樣才不會變肉包 還是草包 所以這個效果有限 所以這件事情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也在造勢 而今年好像人數沒有像台中那麼多 昨天的台中長 是有嚇到藍綠的支持者 藍綠比起的支持 尤其綠營支持者 開始交流傳簡訊給我 傳耐給我說 怎樣 柯文哲會不會當選 就開始焦慮 我說適度的焦慮是好的 尤其今天的場面出來 為什麼 就會覺得柯文哲人那麼多 蘇蘭波蘇丁 我一定要拚一下 拚一下人就出來了 不要忘記了 下禮拜四 下禮拜五 藍綠 白兩黨 民進黨跟民眾黨 在凱道兩場大肇事 大家來比比看 因為凱道那個畫面 那個是明碼標價的 到哪裡 大家都可以算得出來 大家都賣好小 所以凱道禮拜四是非常關鍵 對於年輕人的動員來講 綠白在年輕人的動員 有沒有被所謂的在路上吹化出來 還是被那個一日媽寶吹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兩邊動員的效果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證明一件事情 包含柯文哲的人數也不少 他其實證明一件事情 棄保已經失效了 比如說各自的支持者 不會去棄保 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支持的對象 是這麼熱情的擁護下 為發生棄保 我要講1998年 陳水扁在中山足球場 辦20萬人 所有馬路都封了 結果第二天 你就看到王健身運開始掃地 你就知道完了 就產生 反而產生了棄保 別掃那時候說 那有人生意不好了 所以每天在那裡棄本捨 他對這邊意思 這到棄保發酵 棄保就發酵了 那柯文哲原本是 最有可能被棄保那一方 但是他的支持出來 反而棄保就不會再發生了 比如說各自陣營 會依據他們支持者的態度 來去進行投票 而柯文哲的陣營之所以 他的群眾是比較熱情的 我覺得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 其實他最近都透過所謂 宗教化的 宗教式的一個動員方式 包含 的活動 沿路這樣撒 他的支持者在路上這樣喊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會比較 所謂的鳳 所謂信神 步道大會 那個熱情是凝聚的 但是這樣的熱情 其實外擴效果有限 就是凝聚自己支持者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說服我 去支持柯文哲 是撼不動的 所以他是內居力強 但是外擴效果有限 另外就是說 柯文哲的支持者有兩個特徵 第一個他們一過去 可能比較不關心政治 或者是年輕人第一次參與政治 他們就會比較熱情的去 所謂的挺阿伯 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看到柯文哲的 這些熱情的支持者的時候 我都鼓勵啦 因為這個是民主成長的 過程的一部分 哪一天你們對阿伯失望的時候 你們就會回歸到 理性的一個去判斷 這個我對柯文哲的一個評價 所以你昨天說柯文哲動員出來的人 在台中這一場 有嚇到藍綠陣營 我覺得有嚇到藍綠陣營 所以今天高雄就反撲了嘛 所有藍綠陣營的人 他們也會支持自己的對象 比如說輸人沒輸丁嘛 我也要拼拼看嘛 這是一個死 尤其民進黨特別明顯 你今天高雄場喔 高雄場如果你說動員 他的椅子大概坐滿 滿滿的之外 他也是外面的馬路都擠不進來啊 因為動員會先來 先來了之後做好之後 七點半到 甚至有些人是為了聽 賴清德跟小英最後的演講 才擠進來的 他們都已經擠不出來了 所以那個圖形 你如果看那個照片 空拍圖變成一個烘雨 烘雨就是旁 外面的馬路擠不進來 所以變成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是有被柯文哲的 這個所謂的台中場的造勢 吹票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 所以現在 大概就在比一個氣勢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民進黨在高雄 氣勢不錯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的高雄氣勢怎麼樣 伊善 我覺得 侯友宜的問題在於說 他沒有群眾的魅力 這也是為什麼 這也是國民黨跟柯文哲之間 他們在操作氣保的效應上面 侯友宜動不了年輕人的心 除了他自己本身的房地產問題之外 另外就是他沒有個人魅力啦 但是國民黨支持者 現在的投票行為叫做 支持黨不支持人 酸動不酸人啦 再加上他們有區域立委 其實他們的區域立委的小姬 都比侯友宜更優秀 這是最慘的 但是他的轉換效果嘛 偷給這個立委候選人的時候 他的轉換率就會高達幾成 會轉換到總統的候選人身上 這個是國民黨的投票行為上面的一個現象 好 來看一下 那柯文哲也在高雄造勢 今天的場面比起昨天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時刻 我們在高雄辦這個活動 當然 我們要首先要謝謝 高雄市黨部的黨公子們 還有很多的志工夥伴 還有支持者 還有我們清貿兄 給我們的幫忙 但是 最重要的 是因為有你們熱情的參與 這才是今天這場活動一定會成功的理由 我再想 將來歷史上會怎麼記載 2024的這場台灣總統大選 應該這樣講 他是一個新政治跟救世力的對決 他也是一個 理性務實科學跟意識形態的對決 更重要的 好 柯文哲號稱高雄長5萬人 靜宜這場活動你怎麼看 這場活動 我覺得今天這個 藍跟白都有一個特色 都在幫綠拉票 你知道柯文哲他最後講什麼 他說三黨不過半 只有民進黨有關鍵力量 不是跟馬英九一樣 你累了嗎 馬英九也是幫民進黨吹票 所以 跳投民進黨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另外一間觀察的地方 其實這個場地你要知道 柯文哲的場地他是最窄的 如果對高雄比較了解的話 他這個場地是非常窄 那大家去計算之後我就發現說 最多如果我們加上可能在樹下面的 在公園裡面的人加起來大概就是8000人 其實沒有比他上個禮拜在台中所謂這個 清貿哥辦的那個什麼南方前進的那一場 還要更多人 並沒有 那我在想 會不會是原因是因為沖堂 然後我們選客的時候會沖堂 那會不會就造成說 因為有三場沖在一起 對因為國民黨的有辦法 一定很多人跑去國民黨那邊 所以他的場面沒有那麼熱鬧 但是大家要注意 剛剛他的這個直播一關掉 總共統計的線上人數在看這一場直播 就是有48萬人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剛剛我跟易善相見的時候 我們看了一下 就是看的人好像兩三千人嘛 但你要知道他後面衝到11萬人在線 11萬人 那賴清德是1萬4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等一下你說48萬是誰 柯文哲 在高雄廠 對 最後衝到48萬人收看 就他累積加起來是48萬 他在當下 當下最後最高潮 他在8點40分的時候 因為我截圖 他的線上就已經破10萬了 對 哇這厲害啊 他的線上就破10萬 他們當時在線上台的時候 獎金有大概3 4萬 你無法否認 但是線上就破了 所以柯文哲說他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票開出來你們就知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你覺得他很厲害嗎 你要知道韓國瑜 在2022年的時候 他也是啊 他多少你知道嗎 他一關51萬 比柯文哲還更多 所以我在想 其實有各種 各種的可能因素 我舉例來講 我們今天不去否定人家 但你要知道 當這個在路上影片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衰言衰語的同時 他們號召大家去按倒站 你知道三天內累積倒站次數 有27萬 可是隔天 因為YouTube會去抓 如果你是一個不正常的帳號 他會把你刪掉 你知道刪掉一半以上 就是27萬的倒站裡面被刪了一半 只剩十幾萬 不正常的朋友可能就是海外的殭屍場 所以我就問嘛 但是你們大家看到這11萬 YT還有這個設施 對 你這11萬是 是不是真的都有投票權嗎 我就講客氣一點啦 是不是真的都有投票權 今天累積11萬 我們今天大家現場嚇一跳說 柯片是厲害 明明知道 YT會輕一輕嗎 而且重點是 他累積的速度太快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沒多少 你看這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累積到11萬 可能都是海外 不是在台灣有投票權在看 對啦 或者是不正常使用的帳號 或是一些阿拉伯人之類的 不要 他講的是對的 柯文哲有一年 不是大家退戰嗎 對不對 那一年突然間有一天晚上 他增加一兩萬 為什麼 粉絲全部來自於阿拉伯 那很可能是來自於海外的 那些殭屍帳戶 那大家都在講嘛 說柯文哲到底有沒有害怕被棄保 柯文哲很怕啊 你看他在最重要的致死的時候 他還得感謝陳情茂 因為他還是要抓住柯粉 韓粉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很特別是他在致死的時候 在最後 你知道他在最後的時候 旁邊有站了一個女神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誰 穿的也蠻多的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看 後來才知道這個人叫做阿頭 他幹嘛 他之前幫韓國瑜做競選歌曲 也幫柯知恩做競選歌曲 柯文哲是拉著他的手 然後忘了拉陳佩琪 後來人家提醒他 他才去拉陳佩琪的時候 可見他多在乎 所謂 太怕被棄保 他多在乎 韓粉 所以我認為 這就是說 當大家在推測的時候 其實柯文 因為現在大家民調都不能講嘛 那你們都看得很清楚 柯文哲最怕什麼 而且在同時間 這幾天 也就是今天的早上 他們就發出來 群組啊 或者是網路上的論壇 就來講說 哎呦 郭台銘會不會出現 郭台銘的好朋友可能會現身 就開始放這些消息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害怕 郭台銘如果真的去幫 國民黨站台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他為什麼會恐懼 因為連續這幾天 韓國瑜都一直在講 其實我們翻成白話文 就是柯文哲 我雖然跟你見過 跟你喝個茶 我們也不是很熟 你不要一直蹭我好不好 對不對 他甚至自己都說 我沒有要投立法院院長 那你不要投柯文哲 那你知道這個 所謂這種叫做藍色的這個側翼 他們就發了一篇文出來 他下面就標了一句話 說 這個柯文哲這就像是 韓國瑜踩到狗 雪特 一樣 又是很黏的那一種 你知道韓兵在下面按讚 對啊 所以這就是 所以韓家是希望把選票 通通回歸到國民黨了 他不想要跟柯文哲 繼續狗狗地拿 對 因為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就繼續 把韓粉的人抓在手上 對 一直不知道這種假的效應 那現在大家都在講 就在看1月12號那一場 我跟你講喔 你今天高雄 直播觀看人數就11萬人了 我告訴你 如果你柯文哲 台北那一場沒有破11萬人 我看你多丟臉